好 再讲一个 最后一题 就出那个考卷最后一题 在这个下一期想上核种课程下方 刚刚这核取方块是可以复选的 我们新增一个问题 新增一个问题我们要收集 那个期末的学习心得 好 这里 这个就是 期末学习心得 报告 这样子 然后他是属于 你看他很厉害对不对 他帮我们用段落 不是我选的 不是我按的 我只要写完那个字标题 他帮我们判断说 这个心得报告应该要很多字 他就断落 他不会用简答 他用段落 很聪明 壁田 好 那报告的话 我们就是要有个字数限制 比如说约 五百字 五百字 太多了 好 先一百字来练习 约一百字 那就是至少一百字以上 一百字以上 至少一百字 至少一百字 用讲的一百字是很快就讲完了 好 那一百字以上怎么样去判断 一样回应验证 不然我们总不能在那边数吧 一边打一边数 看几个字 对不对 好 这里 这里 回应验证 好 这里 要改 长度 好 这里有最大最小 对不对 最小一百字 最小一百 好 最小一百就是 你至少要一百嘛 小于 大于可以啊 对不对 好 最小数是一百 所以要超过 那如果没有写一百字的话 好 出现 好 比如说 诶 字数太少啊 好 请多多发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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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子哈 好 我们来预览一下 好 假装 我们写这个哈 好 我 假装一些字啊 我把它复制 当我超过一百字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 你看这里是碧田 好 如果超过一百字了 它那个红色字就不见了 诶 有没有 就表示说 这些字已经超过一百字了 它就可以通过 好 所以它会帮我数 我写几个字了 这样子 这样回应验证 所以电脑很厉害 对不对 他也很笨 对对对 所以是靠我们去设定的 题目是 期末学习心得报告一百字以上 好 然后段落 好 然后回应验证 回应验证是长度要一百字 最小一百字 好 所以这边如果错的话 就写字数太少 请多多发言 好 来